哈喽大家好,我是一只流浪的小白鸭 昨天晚上就是睡在这个床上面来的 没想到这个温度非常的高啊 衣服裤子都脱完了,还是热的不行 然后也是洗了好几遍澡,还是热啊 我估计这个房间里面的温度就这样 主要是白天吸收的这个阳光太多了 所以说一点办法都没有 不光整了一个小风线 这边的话也整了一个,整了两个 而且我往房间里面打了好多的水 不停的浇,身上也洗了两遍的澡 还是不行啊 这回的话是早上六点多钟了 准备一根电池哥 去这个市场上面去看看龙虾 准备买一点龙虾,然后来卖 昨天穿的这个黏乎乎的 这回给它撂到水里面浸泡一下 下午回来的时候给它洗了 味道太重了,确实没办法 这回出吗 出发了 这个车的窗户是比较多的 开起来的话就没有那么热了 稍微还是有点风的啊 早上的阳光没想到就这么毒了 主要就是这个地方地势低 没有什么风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到这边的水产市场上来了 龙虾比之前贵了 8块钱一斤了 之前的话是6块 而且大的也比之前贵了 之前大的是10块 现在是15了 翻了一翻 这边的话全是卖龙虾的 龙虾的批发市场 好多人就是给这边买的 然后到这个饭店去卖 哎呀这个鱼真厉害 前面几个大鱼死掉了 这边是虾 啊虾 哎呀这长了 这里吧你看 还有这11 这是11 这是13大一点点 对大一点点 那这个有8块 哪个是8块 这个是8块的 不是 这里是矿 矿你的 哦 矿你的小 这个叫小 这叫谁就吃 转了一圈啊 发现这边的龙虾都涨价格了 所以说就不买 反正是看了一圈吧 卖的话也没有什么利润了 8块钱一斤 11 13的 卖15 18的 也不知道有没有人买 所以说就先不买了 也就是转了一圈 现在的话往回走啊 这边的话有卖这个包子了 今天的话就不吃这个面条了 出来吃点包子 车子的话就停在这边 哦 这边还有卖小鱼的 看看 这鱼搞得不错 哎呀 对 两个就够了 这里面有风啊 吹得舒服 我就整了两个肉包子 吃两个肉包子就差不多了 便宜啊 开吃了啊 他们是这个卷子 跟这个稀饭 我的话是这个豆浆啊 跟这个 吃饱喝足了 这个天也是非常的晒啊 打算回去休息一下 到这边看中一辆三轮车 这小车不错啊 轮胎也大 而且后面能拉好多的东西 平时下雨的话 上面找两个竹竿 绑住 撑一个雨布 谁的话都可以到里面躲雨的 这个动力的话还强 这个地方怎么回事 啊 面条磨到这个上面的 有点意思啊 感觉被自行车强多了 坐上来感受一下 哎哟 这家伙 轮胎也错 行啊 感觉不是很累 也能走 行啊 小车不错